香港人旅游日本最怕的是什么呢? 最多的答案竟然是遇到香港人 说话大声 态度无礼的香港旅客在日本经常见 而最常出事的地点更是日本餐厅 由于港日用餐文化不同 香港人有时真是搞到老板黑了面都不知道 所以香港人实在有必要恶报一下日本用餐礼仪知识 餐前 湿毛巾只是抹手 日本预约用餐要准时到达 取消亦都要通知 这些已经是最基本的礼貌 而入座亦都应该要让前辈先入 后辈应该要坐最外面 并且要帮忙分餐 座上面的湿毛巾也只是用来抹手 就不要用它来抹面或抹桌 另外应该要等到各个人的餐菜上齐 才好一起开始吃 而吃之前最好就像日本人这样说一声 いただきます 筷子不要放在碗上 日本人摆筷子通常都是放在筷子托上面 没有筷子托的时候就可以用纸套摺成托 清奇就不要将筷子打横放在碗上 或者插在饭里面 更加就不要用筷子互存食物 因为这样在日本是非常不吉利的 另外也不要倒转筷子头 当作公家筷子夹成物 更加就不要用筷子夹任何器皿 当手拿起筷子后就不要在食物上面摆来摆去 更加不要乱按摔筷子 如果用筷子的手指指向其他人就更加超级无礼貌 另外建议用餐的时候先喝一口汤 让筷子可以濕一下汤 就可以避免饭粒粒粒在筷子尖上面 那就不会有外观尖了 寿司要一口吃完 可能大家都知道 在日本吃寿司 将芥末浸在豉油里面是一件很噁心的事 正确的吃法 应该要用筷子 帮寿司沾上芥末 同样也不要将军南寿司整件夹起浸豉油 应该要用生姜片 沾豉油抹在寿司里吃 吃寿司更加应该要一口吃掉 清奇就不要咬断吃 吃的时候也不要用手 接着从口里面摆出来的食物 应该要用针碟或者纸去承接 如果吃刺身拼盘 应该从淡味吃到浓味 擺盘通常都是从左至右这样排 所以应该要从左至右前之后 顺序吃刺身 拉面不要咬断面条 香港人都以为 在日本吃拉面 真的咬面声越大就越好 其实那些咬咬声如果过分夸张 反而会令人觉得很奇怪 所以升量自然就好了 应该注意的是 面条是不应该咬断吃的 应该要用筷子夹起一小柱 也不应该用汤匙来装面 汤匙其实只是用来装汤 料理 带盘就不要乱动了 除了吃寿司和拉面 吃其他日本料理 其实也有注意的地方 例如吃锅物 就不应该逐件放入汤里面煮 应该要将材料全部一口气 放入锅里面 如果吃鱼的话 就不要把鱼反转了 应该要用筷子将鱼骨挑出来 并且放在碟上 就不要放在桌上 而吃串烧 也不要将整串拿起来用口吃 应该要先用筷子夹出来 放在碟上吃 而吃咖喱饭 也不要急着把汁和饭拌均匀 应该从中间的汁饭交界的地方 才吃起 就可以保持整洁 至于饮汤 揭开汤盖之后 就应该将盖子倒转放在桌上 这样就不用整串的桌子 如果是茶道 因为茶道的杯碟摆位都很讲究 所以就不要为了拍照 而搞乱别人的摆盘 喝酒要双手倒酒 日本人经常都会弱迷喝酒 并且习惯互相倒酒 而倒酒是要用双手拿着酒瓶 如果是女生倒酒的话 手肘更要贴着身子才算是优雅 而接酒的人 也应该用双手拿着酒杯 到大家碰杯的时候 后背的杯口也不要高过前背的杯口 因为日本人很重视杯份的专碑 餐后要留下最后一块 用餐到尾声 日本人通常都不会把碟上的东西吃光 总是留下最后一块 以防有人还想吃 即使是吃正 日本人也不会打包拿走 用餐之后 也不要擅自帮他们搭起那些器皿 因为日本的器皿可以很贵 所以弄花了就很麻烦 最后就提醒你 在日本就不要边走边吃 日本人会觉得在街上吃东西是很骯髒的 所以买了小食就最好带回家吃 好 好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